跟春天的選項 你好 多謝你 其實是因為事緣 今年的我綜備一種品牌 剛巧跟出版團隊談 就說不如趁這個機會 寫了一本關於身心靈 和推廣情緒健康的書 其實差一點就覺得不可能任務就差點不出 但幸好遇到一個很好的團隊 鼓勵我今年用了三個月的時間籌備了這本書 我也很開心的 因為準備是接下來想去不同的機構和學校 推廣情緒健康 都是做慈善的 所以希望這份正能量都可以宣揚開航 是否這本書會教人如何釋放力和情緒 也有的 因為其實本書裏面就用我自己以往的一些個人經歷 可能在演藝上或者做主持演戲和一些其他學業上的經歷 講故事 希望有一些語錄可以用生命影響生命 教人怎樣可以放鬆一些書房壓力 而且剛好都這麼巧 今天又是DSE放榜 所以藉著這個機會都很想和放榜的考生 為他們打下氣 還有希望以我的一些正能量語錄 令到他們可以對他們之後的路更加有方向 那你自己會有什麼癌症 或者怎樣釋放 我有的 因為我都是緊張大師來的 平時我自己就喜歡做運動和做手作 因為我覺得可以在做運動或者畫畫 整手工的時間 其實我就完全把精神集中在這些活動上面 那我就很喜歡令到自己很忙很忙的 那我就不需要想其他事情的時候 那就可以釋放壓力了 還有我覺得經常都跟朋友說 就是每天選擇自己一件很喜歡做或者很開心的事 即是一件很小事都好 可能例如說我很喜歡喝珍珠奶茶 那我就當有壓力或者不開心的時候 去喝一杯珍珠奶茶 那就可以開心了 那你這麼忙是不是沒有時間去拍拖 那你這麼忙是不是沒有時間去拍拖 是呀是呀 那我都沒有特別想愛情方面 因為我覺得 是的 都是那句 我喜歡塞爆市的行程 那現在又要可能處理剛剛開始 那又要最近寫完書 又考完那試 那最近都有拍劇的 那所以 越忙的時候就沒有時間去想其他事情了 那愛情就順其之然了 那你現在的狀況是擔心嗎 擔心的 是呀 我不相信 蛤 為什麼不相信 蛤 為什麼不相信 沒有理由的 沒有理由不相信 是呀 那是不是建築了 現在沒有人 即是怎樣調節才對付你 最近呢 因為早前新年的時候 見過親戚 包括我媽媽 有時都會問我 她就說 啊 女兒呀 你什麼時候帶一些男生朋友 上來吃飯啊 因為之前其實都有帶過一些朋友上去吃飯的 但是最後就沒有下文 那媽媽就開始擔心了 所以她就經常催我 不如帶一些朋友回來一起吃飯 這樣 那我都很努力的了 媽媽 有在家人擔心你 有的 是呀 可能擔心我性格太男生頭 是呀 擔心那些男生頂不順我 是呀 是呀 有什麼條件 有什麼條件 圈中 我又沒有特別說圈中還是圈外 是呀 但是最緊要就是 跟我一樣 就是希望是開心果 跟著就有愛心 最緊要 就認同我 是呀 那些本書都加插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是呀 要不要展示給大家看 對 我們揭一兩頁 那我有一些學生戶 那有些不同的晚裝造型 都有不同的代表 那我自己其實有幾個造型都很喜歡的 那其中一個就是跳Belais 那因為Belais是我這麼大的女兒 那第一隻我很喜歡跳舞的 那第一隻學的舞 那三歲的時候媽媽帶我去學的 那是很有代表性 那另外一個編章是講情緒的 因為那時候拍攝就用了 要十五分鐘內就要做齊 喜怒哀樂情 就是演技大爆發 那樣 所以都挺有挑戰性的